达顾不安不落社区规划师空间成果展 结合中央地方之力筹措经费 除了培训社区规划师更以故宫购料方式 辅导社区改造公共空间 让社区巷弄公园活动据点改头换面 展现风华新貌 也让社区的努力都在成果展中 让参访者惊艳不已 投入社区规划师计划的达顾不安部落野菜园 从生活中不同面向切入 连接在地创生文化地景创新连接 与环保保育等社区议题 从规划设计提案竞赛故宫购料 民众参与施作到完成启用 再次让部落居民重新定位部落的发展方向 那以前都去哪里菜 菜市场 现在你要去采人家的田都不能拿了 人家都有啥農药 上一次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打乱都还没做了 后来才不要做 利用三年的规划时间逐渐 让部落野菜园成型 包含社区 在地组织 社群 实践了部落共识 照顾长者 又能够推展产业的发展 从107年建设到现在 从我们完全没有聚会所 然后再做一些 我们巷弄的美化 然后再进入到这个部落菜园里面 就是一整个系列 其实是都有很用力的再去规划 所有的对未来的发展 一直到今年的这个部落菜园 建制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边培育很多的野菜 那就是利用这些野菜来去发展出 我们部落的特色的食品 对 然后之后 之后就变成是我们的部落产业 政府投入资金 部落协会故宫购料 民众参与私作到完成 先约理政务就表示 活化社区部落 现有的空间打造出 居民共同参与 野菜园的营造 能够凝聚部落共识创造产业商机 是相当值得鼓励的 看到我们打鼓布安部落 这个空间规划师的整个 也就是我们的部落野菜园的这个部分 我想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让部落自己凝聚了一个共识 让部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动员 也就是所谓现在讲的这个部落创生 地方创生的这个概念 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在我们整个花莲市的各部落 更甚至是在我们其他乡镇原住民的部落里面 能够这样的开花结果 也愿我们的中央看到我们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让我们部落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经费的这个益助 让部落的这个风貌能够重新呈现 以三年的时间来规划争取提议案 到执行民众的参与 活化改善部落闲置空间 创造在地回馈活动 以具体的行动看见改变的力量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道